睡美人 很久以前 一位皇后为她美丽的小公主 举行了命名礼 为此 她邀请了所有的仙女前来庆贺 但 她忘了邀请一位坏心的仙女 也会当天 她自行前来 并且对摇篮里的小公主 诅咒说 但公主满十六岁时 会被纺织针扎中而死 皇后十分惊恐 还好 一位好心的仙女 即刻施出魔法 以改变诅咒 她说 公主不会死 但要昏睡长眠 许多年过去 公主已长得亭亭玉丽 并成为王国中最美丽的少女 尽管皇后十分谨慎地 将所有的仿线工具收起 不让公主接近 但就在她十六岁那一年 公主来到了城堡里的一个房间 里头有位老妇人正在仿线 咦 您在做什么呀 我在仿线呀 你没见过仿线针吗 没见过呢 让我看看好吗 老妇人把仿针交给公主 公主便被仿纸针扎上了指头 应生倒地 就此昏了过去 老妇人急忙通知皇后 皇后使劲地想把公主唤醒 却已无能为力 公衣已无一门使尽浑身解数 也回天乏树 公主就这样昏睡长眠不起 好见的仙女也来了 皇后问她 我的女儿何时会醒过来 仙女难过地说她不知道 皇后继续问 是一年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呢 仙女说 也许有一百年谁知道呢 那究竟是什么能让她苏醒呢 皇后边错气边问 爱 仙女说 如果有位心地纯良的男性 能爱上公主 那她便会醒过来 怎么有人会爱上 长眠不醒的女子呢 伤心欲绝的皇后 终于在几天之后死去 公主被置放于她卧室的床上 床边还装饰着许多花卉 公主看起来美丽极了 甜美红润的脸庞 睡得香甜 当她醒来 她会见到哪些人呢 难道要她见到 所有不熟悉的脸孔吗 这将是多么痛苦 与不幸的事啊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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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施行魔法 让城堡中 所有的人 包括士兵和大臣 守卫 厨师 仆人等 都在瞬间 神奇地睡着了 而当公主 而当公主醒来 他们也将苏醒 生活又将重新开始 仙女的地团队 仙女离开后 城堡内随即陷入一片沉寂 最后 连钟 也停止了 只听见风吹过小塔的声音 以及鸟的鸟 以及鸟的啾啾声 许多年过去 城堡的树都已长得很高 灌木从深纠结 杂草也长到院子里来 爬藤植物爬满了工墙 一百年后 城堡已被密林 完全包裹住了 有一天 邻国的王子 无意中来到此地 英俊忧郁而勇于冒险的王子 决定到密林中一探究竟 农民的森林 植物丛生 寸步难行 几个小时之后 就在王子打算放弃转身离开时 他似乎在密林的不远处 看到了什么 王子于是奋力挺进 每一会儿 一座城堡便奇迹似的出现在他眼前 这城堡的主人是谁呢 王子骑着马走向城堡 下马牵着缰绳走过活动桥 王子看到街梯上堡内以及院子里到处是人 或躺着或靠着或站着一动也不动 王子以为他们都死了 但随即发现他们只是熟睡而已 王子大声地叫他们醒来醒来 但没人移动 王子惊讶不已 走进城堡内 发现有更多的人正在熟睡 不久 王子像是冥冻中被牵引着而来到公主的卧室 他站在公主面前凝视良久 沉睡中的公主散发着一股宁静香和纯洁可爱的气息 下时间 王子领悟到 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所寻求的真爱 经不住地走上前 轻轻地将公主的手提起 温柔亲吻 经王子的亲吻 公主便即刻从长长的沉睡中醒过来 张开双眼 看见了王子 喃喃地说 你终于来了 我已在睡梦中等你等了许久 就在那一刻 魔术破解 公主站起 把手伸向王子 而城堡也自沉睡中渐渐苏醒过来 城堡中所有的人 纷纷苏醒 站起 相视而笑 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之后 便奔向公主 几天之后 原本死记的城堡 因为王子和公主的婚礼 而变得热闹缤纷 欢乐非常 自此 王子与公主 过着 只有在童话世界里 才存在的 幸福 快乐的生活 中文字幕作为明镜与小博物 听似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